好,OK,大家好,那我们就直接进那个问题了,有任何想要问的就直接在slido上面问,那现在现场slido有投影出来了吗? 好,OK,那接下来大概接近一小时的时间就教给大家,如果slido上都没有问题,我就什么事都不做,所以这个一定要问问题,这样。 骑山金城武说,请问数位证委有休假吗?要打卡吗?通常要去哪里上班?这个就是非常有技巧的,可以一次问三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当然有休假,我去年刚入阁的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有特休假14天,而且这个一定要休掉,如果没有休掉的话,不但不能刷所谓的国民旅游卡,就是强制休假, 这个加班费补偿卡,那而且也没有什么,像目前劳机法所有的,就是真的休不掉的话,可以折线都没有,所以这14天非休掉不可,那我去年不知道,所以就都没有使用,那今年的话就陆续的有把这14天用掉,那这是特休假。 然后打卡的话是,院里面有打卡中,可是特任官就是派进行政院,而不是从行政院的专业事务官上面升上来的,我们这些政务官啊,那个我们的卡放到那个打卡机上面,他连逼都不会逼,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打卡也没办法打卡,那所以不用打卡,但是我每天,就是只要是上班日,大概9点到5点都算是我的上班时间, 那要去哪里上班呢,这个就很有趣了,一般来讲,政委是在行政院的一楼,我们八个政委分别各有一间办公室, 那个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但是呢,有一些政委呢,像陈天之政委,他同时是国发会的主委,所以他就比较常在国发会上班, 那就是像工程会或者其他的部会,如果有政委专门去督导他的话呢,那那些政委呢,就不一定在行政院的一楼, 他就会在他所督导的那个部会上班,那我的话呢,是在牢固协商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记得, 我去年八月底,林全希望我进行政院服务嘛,那我是一直到十月一号才到院里面, 所以中间的一个月,我跟林全老师就公开的进行牢固协商,那做法就是让整个社会用一个叫wise-like的平台, 把大家对我的期望啊,对我的想做的事情啊,都公开的讨论,然后呢,我再拿这个呢,去跟林全院长说, 啊,这个,你知道,就是大家我做这个嘛,所以我的工作条件呢,啊,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里面呢,有两个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说,大家希望我进院里面主持的会议, 接受的采访,有人来游说,通通都公开在网络上,用逐字稿或者是录影录音的方式,公开在网络上, 那目前为止我都有做到,可是为了外界要我做这个叫做激进式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 我就不能接触国家机密,所以好比像说要国安演习的时候,那我那天就得请假, 因为我不能知道避难所在哪里,这样,那所以就是国家机密我是不能接触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大家希望我能够及时的去处理网络上面大家的联署, 或者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公务人员这个服务里面呢, 就跟劳工一样,劳工有一个电船劳动,就是不在事业场所工作的这个打卡这样的办法, 2015年制定的,那公务人员也有一个,就是如果工作跟网络有关的, 他可以不受这个工作场所的限制,所以当时我就跟院长说, 那我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五,除非必要,不然都不进行证员, 我每个礼拜三呢,是跟V台湾这个专案的朋友们合作, 那我人呢,是在院外,那接下来如果就是台北的那个社会企业的一个创新发展空间在空总, 如果做起来我也许就去空总上班, 那另外呢,礼拜五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影片里面, 大家聚起来讨论像沙威玛这样子的议题,呃,的这个财政部资讯中心的协作会议, 所以我三跟五是不在院里的,但是还是有上班, 那其他的就是跟一般的公务员一样,就是出差邀请这个,呃, 宝贝啊这些,不过其实都还蛮自由的, 那我后来发现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人不在院里上班啊, 大家才会用电子的方式来跟我进行公务, 不然实在在院里的话就太方便了, 因为院长啊政委啊就是就是跑一跑, 就是公文就会到,所以大家都会用纸本的公文, 可纸本的我就很难公开,因为还要扫描, 然后如果手写的什么批示的话, 其实扫描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但是因为我不在院里, 所以大家就只好用电子的, 电子的我要公开就很容易, 那所以后来就发现说他有促进电子公文的这样的好处, 好,大概就这样, 呃,请问委员怎么看这这位叫做凤馨的刘德华, 呃,委员怎么看号称培养学生哲学素养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那这个问我呢就问对人了, 因为呢我在入阁前呢就是在呃, 十二年国教课程发展委员会, 我们有激烈的关于这个呃, 呃,就是文言文课程的一个讨论, 那呃, 新的课纲就是即将在呃, 二零一九年上录的这个课纲, 其实它的学分数已经比九九课纲,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课纲, 要来的少了, 所以就它的比例并没有那么那么重, 但是呢, 我们在课发会讨论这个的时候呢, 这都有逐字稿的, 如果大家到sayit.archive.tw, 可以看到我们当时讨论的逐字稿, 它是在课发会第四, 第五, 第十次, 都有人提出过意见, 好比像说我们的方新周老师, 在第十次课发会就说, 很多大学生看海贼王, 他吸收的文化, 可能比念文言文吸收的文化还要多, 而且呢, 是在生活里面有应用的, 因为海贼王的这个很多的文化, 能够应用在现实生活, 但是文言文呢,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应用在现实生活, 然后呢, 那也有一位林文虎这个老师, 是说这个文言文很容易被政治化, 那但是呢, 我们已经抓了一个百分之五十五的一个平衡线, 在里面呢, 文言文呢, 这个大家可以学到一些书面语, 书面语也是有好处的, 好比像说你用Twitter, 或者是Pulang, 这一类有字数限制, 或PTT的推文的时候, 那你有字数限制的情况下, 你想要表达一样程度的这个意见, 或者你要举牌, 举标语, 举口号, 这个时候文言文就有一点好处, 它可以让你省字数, 而且别人还看得懂, 那所以呢, 当时林文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百分之五十五的这个部分呢, 教大家文言文的使用, 因为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做书面语, 言简易改啊, 是用得到的, 那但是呢, 我们百分之四十五的这个基本教材呢, 我们是还是比较偏白话文, 所以当时是大家取得了一个折中, 那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号称要培养哲学素养, 这个就太过分了, 因为如果这个要做哲学素养的话, 应该是要有哲学基本教材, 这个中华文化跟哲学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学书面, 你想要学文言文, 那只是帮助这个概念的表达, 那但是哲学事实上里面大部分不只是概念的表达, 他还有很多对于概念的处理, 那这些对于概念的处理呢, 其实不是靠所谓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就可以教到的, 所以我觉得哲学很重要, 那如果有一个必修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学校就觉得说我教了哲学, 那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 学校如果真的想要教哲学, 应该开校定必修的哲学课, 来教大家哲学, 那不应该把这个文言文跟哲学混为一谈, 那这是我的基本的想法, 有一位姓义的孙云云, 问说这个请问委员对于无性别厕所的想法, 这个我们在内政部是叫做性别友善厕所, 然后是由内政部的应该是建筑研究所吧, 之前就已经有研理过这样一份规划案, 那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做了一个设计手册的研究, 所以如果你去找性别友善厕所设计手册之研究, 就会看到说去年他们花了一整年, 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研究案, 然后呢, 也营建署呢, 也向各大小机关发布了性别友善厕所规划建议, 所以这个是已经是一个既定政策, 那在院里面是由院姓平处会同这个院姓平会的委员们进行讨论, 那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定的想法, 我看过那个研究案, 我也看过那一份规划建议,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还不错, 那但是当然每个空间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就像无障碍的规划建议一样, 有的时候你实际做下去, 会发现说你如果完全按图施工, 那轮椅看起来都有步道, 可是你转不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跟在地的实际使用这个空间的人, 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权衡或者做变通, 那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一定要限期这个什么东西都完全按照这个由上而下的规划案来做,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引, 然后每一个不同的空间就是用他们的方式来进行规划,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是已经还蛮有共识的一件事, 那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的话, 那当然随时欢迎跟我们内政部尹建署, 或者是各该管机关的建筑相关的朋友们进行反应,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问我对网路实名制的看法, 那既然这位朋友保持匿名, 想必他有一定的看法,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当然这个像slido啊, 我其实可以强迫大家一定要填实名, 那但是呢就是说你若填的是隔壁的人的实名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如果强迫大家填个名字的话, 其实比较好的问题有时候就不会出现, 就像如果大家一定要举手发问的话, 很多人比较不会问很呛的问题, 好啦有些人专门举手就是问很呛的问题, 但我的意思是说平均来讲这个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够提问的问题, 就比较不会问到, 所以我觉得网路上面啊, 在实名跟匿名中间有一个叫做逆称啊, Pseudonym, 逆称的意思就是说它还是一个名字, 它还是有一个人格, 可是它没有办法跟现实生活中的某个身体连接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所谓的笔名或者画名或者之类的, 其实在很多学术上面是行之有年的传统, 也有一些数学家是合用一个笔名, 来写一些图论相关的一些论文, 那或者是说像有一些好莱坞的导演, 如果拍完这个影片他不满意, 在以前啊70年代的时候, 他们会同时用同一个画名, 那意思就是我不想在作品上签名了, 但是我还是把作品拍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觉得画名有非常非常多的用法, 那他在现实生活或在网路上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只要他, 我们把画名当作是一个人一样, 他不是因为用了画名, 就能够任意的去侮辱别人, 或者是任意的去散播这个裸照或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他要负的责任跟实名的人是相同的,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画名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促进言论自由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并不会强迫每个人都只能有一个名字, 但是不管你是画名匿名还是实名, 在网路上面按照我们即将通过的数位通讯传播法的精神, 大家要负得民法跟刑法上的责任, 跟现实社会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在网路上面你画名比较容易, 那在现实社会你要易容或者光学迷彩, 不对啊, 明明也很容易啊, 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就是网路跟现实生活是相同的原则, 有一位釜山送重机的朋友, 意思是我回答出来他要送我一台重机吗, 现今的数位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发展迅速, 未来或许也会成为货币的主流, 请问政府未来是否有规划要修法, 进行在台湾的数位货币管理, 事实上在台湾数位货币是完全合法的, 我们不像爱沙尼亚这个他们的洗钱防治法, 你要卖比特币, 你还要零贵出示身份证件, 大家觉得爱沙尼亚很先进吗, 可是在他们这方面非常保守,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没有这样啊, 你去全家便利商店用他们的这个机器买卖比特币, 这个已经心之有年, 所以我不觉得目前我们需要特别对这些货币进行什么管理, 那当然如果有朋友要拿这些货币去做, 做一些创新, 他如果抵触到现行的那个金融法规, 金管会的那些行政规则或那些命令, 也许有抵触未来, 那我们接下来会请立法院通过一个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简单来讲, 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目前会抵触这个法规, 不一定是金管会管的, 可以是任何部会管的法规命令, 就是不是法律, 而是他们定出来的一些规则, 那你就写一份报告书给金管会, 说接下来我要犯法, 要犯六个月, 然后但是我犯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法不公平, 然后那这个我的过程里面, 我会保障各自隐私, 很透明的把我这个实验的结果, 跟主管机关分享, 有这个纠纷会提醒仲裁等等, 然后呢, 金管会讨论一下觉得没有问题, 会同即将被违反行政规则的各部会讨论完, 觉得没有问题, 他就有一道免死金牌, 他就可以犯这些法规命令, 而且不会被处以行政处分或罚款, 那当然只限于这些, 不是说他马上突然之间刑法, 统统都可以违法杀人免刑, 不是这样子的, 他只能违反他当初说, 他要违反的那些规则跟命令, 那在他这样实验过六个月, 最多可以延长到十二个月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出一个判决, 那这个裁判就是说, 我们整个社会讨论下来, 按照已有的资料, 这个法到底是落实, 如果是这个是烂法, 那我们就把它修正, 那如果他其实应该落实, 是这个实验本身是失败的, 那我们也不会说这个人是坏人, 我们会感谢他, 说他帮社会先试水温, 发现水温太烫了, 就缩回来了, 那我们感谢他的牺牲, 那反正不管在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整个社会对这种新科技都比较有掌握, 那如果法规命令要修改, 我们现在要公告六十天嘛, 那接下来如果他要合法营运, 他也要去筹资嘛, 那所以呢, 双方各调整最多六个月, 所以最多六加六加六之后, 这个就变成法规也调整了, 然后营运也合法了, 新的竞争者也可以进入市场了, 所以我们未来的金融相关的创新, 就是用这样子的实验的方法在进行, 那这个在成文法, 就是大陆法系的国家, 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 要看立法院进度了, 就是要么就是泰国先通过, 要么就是我们先通过, 大概是这样子, 请问政委, 对于目前政府的性别政策有什么看法, 第一位跨性别身份者在政府部门工作, 能在社会带来怎样影响, 谢谢, 其实在公部门有相当多的跨性别, 或者性别非主流的工作者, 我不是第一位, 但是我应该是第一位, 就是minister曾经的政务官, 那这个要先说明清楚, 我们最近在马德里的那个World Pride, 就是全世界性的这个同志游行, 那我有远端参加, 那我们就有一个panel, 是我们这些out, 这些出柜的LGBTQI的, 包含一些副总统啊, 参议员啊, 我啊, 等等啊, 这些朋友们, 大家来分享心得, 然后彼此互助这样子, 那我们就发现说, 台湾其实比起世界各国, 尤其比起亚洲啊, 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虽然这个记者还是会很八卦, 但是在就是我采取私下问我问题, 我都公开回答的这个原则, 大概两个月之后, 大家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 所以其实呢, 这件事情就大家都觉得好吧, 那就这样吧, 就没什么嘛, 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其实是最可贵的, 就像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 这个他的所有的通讯, 并不会说这个因为我是女生, 所以我怎么样, 或者我是谁的这个老婆, 或者我是谁的女儿, 所以我才当上总统, 没有这种事情嘛, 他是靠他自己的证件, 跟自己的想法当上总统,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正没什么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对世界文化这个最大的贡献, 就是所谓的性别主流化, 那我们在这一点上面,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成功, 那当然并不是说, 接下来就完全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自己有强势的部分, 有弱势的部分, 你弱势的部分, 如果有组织起来, 有把它改善, 那你强势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去同理其他弱势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我们一直在秉持的一个工作观念, 大概讲, 那我也觉得整个社会是在朝向, 这个方向去做, 请问我对于同性婚姻民法修正案, 修法速度的看法, 对, 这个我在马德利也有报告, 就是说, 目前就是每个礼拜嘛, 我们的秘书长, 陈美颖老师, 会召集各部会, 以及性贫相关的一些朋友, 去把婚姻这件事情把它拆解, 因为婚姻这件事情拆解到整部法律里面, 其实它是动到非常非常多的法律, 每些就是每个地方, 大家在结婚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 你碰到了这么这么多的法律, 那我觉得这里的重点就是说, 既然这个婚姻应该要平权, 按照大法官的这个解释, 我们就应该更认真的去检视, 每一条在同性婚姻的时候, 它的适用方式适用范围, 那它的原则就是基本上能够适用的都适用, 那有些不是很容易适用的, 像说双方一方不能人道的时候, 另外一方得肃请离婚, 这种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适用的东西, 那可能就不适用,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逐条检视还是有必要的, 那这个逐条检视的过程, 我觉得也是让社会看到, 不管是双方是怎么样的性别, 其实婚姻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 就是一些守护家庭的这个朋友们, 也发现说, 原来家庭是一样的, 那不同的家庭, 不同组成的家庭都是值得守护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速度我觉得很适合, 因为它就是让社会慢慢慢慢的接受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动机让您决定进入体制内改革, 这位是我不是雪中红, 这位朋友, 其实我进入体制内跟外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没有觉得特别觉得我在内或者外, 我以前在当行政院专案顾问的时候, 我也一样是公仆的公仆, 有任何部会或者是事务官朋友来找我说, 这个高中生把我们占领了, 这个没有人相信我们课发会了, 这个我们12年国教课刚要通不过了, 要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才会说好吧, 那我来当课发委员, 我来公布大家这个进行的进度, 让大家看到说我们这次真的不黑箱了, 然后在课审会里面愿意让学生进来等等, 那就是说这些事情, 它当然是需要跟体制进行讨论, 但是我不会觉得我进去或者出来, 或者是什么网络什么混结什么东西, 都没有这种想法, 我脑里没有这些概念, 我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协作, 就是collaboration, 就是我把我这边能够提供的一些联系提供出来, 那只有愿意公开的部分的公务员来跟我合作, 如果他们自己要搞黑箱, 那就不要来找我, 那所以是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 我才愿意互相大家帮一些忙, 那所以就算我现在是数位政委, 我也理解到这个国家里面, 机制里面有非常多, 可能国防外交资安所必须, 这个不能让这个大家知道, 必须按照国家机密法, 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 大家才能在档案馆里面找到的这些工作, 不过这些工作我们牢固协商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根本不知道, 不应该知道,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我并没有特别进入体制内或外, 只是现在纳税人付我比以前少一点的薪水, 让我全职来做公共服务, 而不是一边还要帮苹果或者帮牛津大学想事情, 桃园有五只羊一起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政委对于前瞻的轨道建设是否支持, 然后为什么,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我们在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它必须要符合永续性, 就是说做的事情是要能够持续用下去的, 然后呢它必须符合一次性,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补助案, 一直补助一直补助没完没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它必须要有普适, 就是对于整个区域的平衡, 以及对于这个台湾上面的所有的人啊, 的生活都要有所帮助, 有所平衡, 那所以我们是用这些条件, 在审部会提上来的计划, 那我基本上只看了数位建设里面的一部分, 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条件, 好比像说要在所有的偏乡的卫生所, 去装高速的医疗设备, 这样子像在恒春这种离大医院很远的地方, 大家如果真的需要看断层扫描, 看这个X光的判读, 它才能够快速的送到医学中心, 不然你开个车送都比用网络送快, 这是目前的状况, 然后或者是说各个学校应该要有像投影设备, 现在大家正在用的这种设备来进行教学等等,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是很值得的, 但是我并没有去审其他, 现在不能讲四个, 其他七个这个部分的计划,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这些计划是否符合这个院长一开始跟主计提出来的这几个原则, 但是以我对目前的核定本的了解, 至少看起来都是符合这些原则的, 但是我没有一个一个细部计划下去看, 那这个如果大家关心的话, 其实很多细部计划都已经公开了, 我们预算书会在下礼拜一院会讨论通过, 之后我们就会尽量把它公开, 所以大家就可以下去一个一个计划, 去看说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他们自己所定出来的这样一些标准, 有一个猫空的木子日月这位朋友说在政治大学, 有教授以上引号学校还没有共识下引号来企图阻挡性别自由厕所, 请问委员会怎么应对这种教授? 首先这个我不是政大的委员了, 虽然我以前旁听的时候大概九成都在政大旁听, 对政大也有一些感情, 那我对于他们把校歌改掉了觉得非常高兴, 然后我一直觉得本来那个用词真的是非常的上个世纪, 那所以我当然觉得说这个政大有一些改革我蛮高兴的, 那当然有的时候改革它也是需要建立一些共识,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在研究的题目就是怎么建立共识的, 我们现在还蛮会这套技术的,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各个不同的方向的朋友们都可以先正视彼此不同意的这样子一个事实,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去安排一个讨论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大家虽然有不同意的部分, 但是我们就我们同意的部分先进行讨论, 然后呢我们先确立我们同意哪些部分, 然后再把大家从最简单的到最困难的题目把它切得很细, 然后每次来讨论一个, 然后尽可能聆听彼此的这个做法, 那只要经过这样子的做法, 基本上共识就很容易形成, 这个就是所谓的焦点讨论法, 或者是开放空间的技术, 有非常多的技术, 那但是重点是不管你挑哪一种技术, 所有的利益关系人要都认可说, 好我们愿意进入这样一种过程, 不然他们就翻桌了, 不过关于翻桌我们有一些解决办法,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引入这样子的正当程序, 共识就可以建立, 所以只要任何人用这个理由, 那你马上就可以跟他说, 好啊那我们来做一个共识建立的程序, 我们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共识, 那请问你愿不愿意, 那他如果说不愿意, 那可见这不是理由嘛, 这就是借口, 那但他如果说愿意的话, 那你就可以跟他达到一些共识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理由, 你就把它当做, 怎么讲呢, 这个万物的缺口嘛, 就是光的入口, 这个就是引进共识形成程序的一个非常好, 有另外一位, 不对同一位釜山送重机的朋友, 虽然刚刚还没有送我重机, 但是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是否支持台湾独立, 呃大家可能知道台湾对我来讲, 是一个地质学名词, 四百万年以前有人类以前就已经有台湾了, 那那就是两块大陆这个互相碰撞, 然后每年现在身高五公分的一个地址, 的一个舞台, 上面不管是你知道吗, 这个台湾以前在呃现在是澎湖的这个地区, 其实是有过马的, 那或者是说台湾现在都还是有百分之十的海洋生物, 是以台湾这个呃这个岛, 它在水面下的部分作为他们的栖息地, 我要讲的就是说, 人类只不过是这一块地, 目前现在食物链上面比较高的一个物种, 那我们如果没有照顾好这个生态系, 导致四百万年以后, 人类都已经都不在了, 因为我们跑去半人马阿发星, 或者跑去别的地方了, 呃之后,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再演化出新的智慧物种,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失职, 那如果这个人类呃少子化, 但是还是能够好好的照顾到这块生态系, 那我觉得人类就做到人类该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是独立于人类的, 好, 这个是我的基本信念, 然后那人类只不过是现在住在台湾, 好, 那所以这个是我对台湾的独立的基本想法,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说, 想请问关于十二年国教中的技术型高中, 或综合型高中课程, 认为台湾在技术教育的研究上面, 需要积极改善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把它改名叫技术型高中, 或综合型高中, 就是有一个去无名化的这个想法,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改变的, 就是大家不要再有那种念完技术型高中, 就是要去考一个什么科技大学的文凭, 如果你念完技术型高中, 就已经找到很好的工作的方向, 那当然就是应该投入工作, 这个对于普通高中也是适用的,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机器学习的这个时代, 你学到的东西, 可能两年之内就要重新学习, 所以如果你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想做一些东西, 应该马上去做, 因为不然的话题目就不一样了, 那所以说这种就是一定要念个四年八年博士后等等, 当然对于钻研一些理论的朋友, 这个绝对还是会有贡献, 但是如果不是要加入这个理论社群, 那我觉得是比较不适合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但是随着接下来结构化的失业, 结构化的重新就业, 结构化的机器跟人类一起学习, 这些继续加速, 我觉得大家慢慢都会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AI是站在我们教改这边的, 那但是当然过程里面会有不那么轻松写意的状况, 如果长辈的朋友们还没有办法调整他们本来的就是学历至上, 或文凭至上的思维的话, 那所以作为一位国中的忠措生, 这个我非常乐意用我的任何沟通的方法, 来让整个社会看到说我们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那技职的这个奥林匹克的选手应该要跟不管是体育或者是物理化学奥林匹亚的选手啊, 就是有一样的这个看待,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蹴可及啦, 不是我们喊人喊就有用的, 所以大家也要帮忙啊, 请问政委对于早自习跟第八节的看法, 我以前念小学念国中的时候啊, 从来不到早自习, 然后如果学校上第八节课, 我记得有一个是教吉他的, 教合唱的, 那个我有兴趣, 所以我就就有参加, 那比较是社团兴致, 那如果他只要补进度或者赶进度什么, 我就我就回家了, 那这是我自己啦, 个人的这个情况, 那但是我理解到说, 呃, 就是很多地方, 呃, 他们确实是正在用这个东西来赶进度, 或者来做补救教学, 但是我觉得知情同意权啊, 跟试了一下之后, 事后退出权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 诶, 你需要啊, 可是上一上发现, 诶, 没帮助啊, 那应该要退出的, 所以像在通知单上面勾三个都是我同意的这种选项的, 这种事情好像就不应该发生, 那我们已经请就是教育部跟各县市的教育局, 他们有一个申诉的电话, 如果你没有取得知情同意, 或者是说事后你竟然无法退出, 那这个都是学校的问题, 那就请踊跃检举, 大概是这样, 有一位北港的毕书靖, 说对于目前中台关系的迅速变化, 毕书靖是, 是是是, 哦, 是一个艺人, 我真的年纪大了, 哦, OK, 呃, 对于目前中台关系的快速变化, 呃, 中国共产党为了逼迫台湾承认上引号, 九二共识上引号, 实行各种外交上的遏制手段, 对于此状况, 有没有什么看法, 呃, 首先就是说, 呃, 这个主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呃, 逼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九二共识, 这个, 这个必须要厘清, 呃, 然后, 呃, 虽然台湾对我是地理名词,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名从主人嘛, 就是逼迫方跟被逼迫方, 就是都是两个政府, 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对于这样子的事情觉得很浪费大家的时间, 但是我也理解说, 很多朋友们觉得政府或者跟联合国的关系, 或者外交是很重要的, 我并没有否认这些朋友们的努力, 那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当我在做外交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挑多方利益关系人的这种模式的会议去参加, 也就是说, 国家或者政府只不过是许多利益关系人之一, 任何民间的NGO, 任何私部门, 像维基百科这种社群, 也都是在网际网络治理或者是开放政府的多边利益关系方, 当然可以出席的成员, 那我在这样子的场合出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我自己的外交工作是专注在这样子的跟联合国不一定有关系的场合上, 所以这样子就是中华民国政府跟联合国的关系就不成为我的外交工作的阻碍, 那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外交路线, 那这个路线不受这位朋友所提的问题的影响, 那但是我其实不是很懂多边主义的, 就是这位朋友提的外交, 所以我不懂的事情我就大方承认我不懂, 那我没有提供什么想法或建议。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浴火焚身浓玫瑰的这位朋友问说, 请问以您的经验来看, 台湾目前的环境对跨性别者够友善吗? 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努力? 以我目前看起来, 就是在婚姻平权通过之后, 整个环境有大幅往友善的这个角度去运作的这样子一个趋势, 我觉得很高兴, 那当然就是大家对于就是性别流动, 或者是对于性别气质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再年轻的这一辈啊, 比起这个, 好比说你要转换你的政党, 这个后面就比较困难, 但在前面呢, 感觉社会还反而比较容易接受,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吧, 去跟不管是长辈或其他还比较不了解性别展演, 性别气质的这些概念的朋友们进行沟通,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有一位朋友, 也是我们PDs小组的朋友, 他有写两本关于这个的书, 一本叫做请问贵性, 性别的性, 然后另外一本叫性别力, 性别的力量, 那这两本书这个都里面有包含一些, 我跟他之前对这个的讨论, 也可以参考这个书, 现在的台湾有很多科目是必修的, 有一位叫做不知道的朋友说, 不能只选修自己想要需要的科目, 请问委员对此有何看法, 首先当然我希望这个2019年新课纲尽速通过, 把选修的这个制度提早到高中来落实, 另外我们另外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高一读了一般高中, 普通高中, 那你突然觉得你对技职有兴趣, 想要转到技术高中, 或者反过来, 我们让你高一到高二的衔接, 尤其在数学这些基本学科上, 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困扰,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后的目标当然是到所谓的一生一课表, 就是每个学生可以选他自己想要组出的课表, 有些甚至是用校外的资源, 所以当这个课纲能够落实的时候, 请务必跟你的所在的地方的高中, 不管他哪种高中的课发会进行讨论, 然后希望把你的这个想的做法, 排进校定必修, 或者校定选修里面, 也就是说, 在大学的这个学生会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提早从高一就开始做, 你若现在是国中的话, 你想去某所高中, 你在国中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跟那个高中课发会讨论了,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总纲跟领域纲领的时候, 希望看到的现象, 但是要落实, 需要大家自己去拉币, 有位朋友匿名的, 问说对于转型正义, 以及国民党垮台的看法, 我对特定的政党没有什么概念,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党派, 那我做的同样的工作, 像这个问答集的工作, 包含民主进步党的这个发言人, 或者是国民党的一些委员, 蒋婉安委员, 徐元委员, 或者是现在在时代力量智库的一些朋友, 我们都针对相同的问题, 他们有来拜访, 我们有进行讨论, 我们讨论当然逐字稿都是在网路上的, 那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政党, 现在都面临一个所谓的去除中介的这个状态, 就是以前你要透过政党表达意见, 比较会被听到, 但是现在呢, 你靠五千人连署一样也被听到, 说不定还比较快,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去除中介的组织形式的发生, 一个政党还要存在, 他就必须要证明说, 他除了由上而下的动员之外, 他倾听大家的声音并且建立共识的能力, 也不能输别人, 也不能输大家自行组织出来的这些东西, 那如果能够做到, 可能就不会垮胎, 那如果不能做到, 那可能影响力即使不垮胎, 都会逐渐减少, 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通讯工具的自然结果, 这个不是针对特定的党派, 有一位亿万OO2040, 煞气A总统OO1E朋友, 问说, 台湾的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计划性的, 在消灭机车组, 透过强制两段式作传, 和进行机车等政策, 把机车计事曝露在危险之中, 请问你支持道路平权吗? 若是面对如此麻木不仁的交通部, 人民该怎么做, 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首先我想要声明, 这个虽然大家对于自己常用的工具, 容易有拟人化的认同的现象, 好比像说, 有人会说我是Mac族, 有人会说我是苹果粉, 有人会说我是Android族, 但是在这里, 跟我们万一老师实际在处理的原住民族, 有根本性的差别, 一个人他可能是早上骑重行机车, 晚上还是搭捷运, 这不表示他的民族性有所改变, 或者是他的人种就有所改变, 虽然你用一个工具可能用很久, 但是请拜托不要像迪士尼的某些卡通一样, 这个真的变成了那样子的认同, 这样我们在处理上比较麻烦, 这是说真的, 但是我理解说, 对于人族使用机车的这件事情, 确实这个交通部的回应的速度, 往往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机车的使用者的需求, 其实交通部如果去看的话, 运研所有做一本机车政策的白皮书, 这边所讲的就是包含两段式左转进行机车, 在上面都有所检讨, 而且也事实上提出了, 就像内政部的建筑研究所提出, 对于性别友善厕所一样, 提出了相当多可行的规划, 现在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路也好, 厕所也好, 都是各地方政府以及各该管机关所主管, 作为政策规划机关的交通部, 其实不能派一组人去拆马路, 或者是去盖厕所, 这个真的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会需要地方政府的交通局的帮忙, 有些地方政府很合作, 他马上就把两段式左转变成选用, 有一些地方政府是挑一些路段, 变成是说我们实验式的, 有些是选用, 有些还是只能两段式左转, 然后我们来互相比较, 看肇事率有没有减低, 有一些地方政府连这个都没有做, 这个他们就是继续, 即使是两线道都要两段式左转, 原因不明, 那所以就是每个地方政府目前对于机车白皮书的落实方向, 或者是落实的进度啊, 是讲的好听是因地制宜, 讲的不好听就是有些没有把这个当做重点, 那但是我想交通部已经有很明确的方向指出了,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县市政府的落实的速度不是很满意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如果那个县市政府有好比像说公民参与委员会, 或者是有青年咨询委员会, 或者有类似的这个架构啊, 应该在这个上面来提出, 然后去跟他们的就是交通相关的局处进行协商, 那我当然支持在就是就像推动性别平权一样, 推动道路平权, 但是同样的我们需要经过一个共识建立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目前看起来需要在地方来发生, 那这个就是人民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 那我很高兴听到最近就是上国道这一部分, 进行机车这一部分, 这个已经愿意来做实验了, 那做一段时间实验之后, 我们看肇事率以及加强各级的运聚的使用者的教育训练, 看是不是肇事率整个就会减少下来, 那我觉得平权嘛本来就是当然的事情, 但是别的重要的价值不要牺牲是最好的。 有一位松山的海德格, 去来询问我关于另外一位哲学家的想法, 就是关于这个精神的三变跟他的道德的系谱学, 就是说精神三变它是一个想法了, 就是说一个人他这个卖力的耕耘承受了道德上面的重担, 然后呢但是呢到某一个情况下, 他会这个发展出他自己的这样一套道德的想法, 然后呢就会让全世界都看见, 而且是这个希望这个有这个自主的独立的这个精神, 但是呢到这样子一阵子之后呢, 他又会变回这样一种非常愿意跟全世界建立关系比较柔性的这样子一种精神。 那这就是一种, 我想德西达还是谁, 说这个哲学就是一种文学嘛, 那尼采当然是特别好的一个哲学家, 也是一个文学家, 那看了他的文学著作会受到感动, 那也许精神也会受到这个变化, 那我觉得这是这是很好一件事情, 文学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效果, 不过我另外想说的就是说, 凡是这种指示性质的, prescriptive的诗或者文学, 在看的时候也要带着一个批判的角度, 就是说他是在什么样子的社会情况下写出来, 同样的这些想法, 如果在我们的社会情况下要应用的话, 要经过怎么样子的搭配或者改变, 然后有没有什么更适切的比喻, 能够在这边来使用等等,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读哲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走别人正在走过的一条思路, 思考的路, 那不管是就是道德的起源, 良心的负罪, 惩罚, 奴隶主人, 这些词, 在他使用的时候, 跟在我们用, 特别是用汉语使用的时候, 其实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要深入的去考证,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是你重复利用了他的影响力, 可是他的拘束力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那这也不一定是你才想要的, 虽然作为文学家, 这个你受别的文学家启发是当然的事情, 但当我们在做哲学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把目前社会正在使用的概念, 跟我们想要引入的概念, 进行实质的结合, 不是只是他字面上像, 就可以叫做哲学工作, 所以哲学是比较狭义一点点的文学, 还是文学工作, 但是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有一位天天想念这位朋友, 问我是否对民主进步党的执政感到满意, 大家知道我们内阁是一个平衡内阁, 就是说不只院长是无党籍, 我是无党籍, 内阁里面无党籍的朋友, 要比内阁里面任何一个政党的朋友要来得多, 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平衡内阁之下, 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我们很多事情是可以就事论事的, 即使被就是说成是你知道的那些形容词, 但是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是说, 我们不会讲出一个什么, 然后就说是背叛什么党, 或者是为什么党抬教之类的, 这样子的言语比起前两任的总统的执政的时候, 我觉得都少了一些, 那我觉得这是民主深化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对于民主进步党没有这个像之前的某些情况一样, 这个党政完全混淆在一起, 他们至少有试着分开一些, 好比像说我们的政务官去民主进步党的直播的时候, 是要请假的, 然后他们的这个奋纪我觉得都把握的不错, 那当然还是永远有改善的空间, 毕竟这个大家也不是很习惯这种真正的这个就是多权分立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民主进步党在这一点自我克制上, 我觉得做的比之前的要来的好, 那我觉得这是让我高兴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只剩两分钟了, 所以接下来的我就只能处理掉目前酒票的这三个问题, 而且可能要快速处理, 釜山宋仲基说动保法修法食用猫狗这个会被处以罚款, 限制能民不能吃没有濒临角肘危机且无毒的动物, 是否有违宪之余, 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问题, 你可以去提请大法官解释宪法, 我觉得他们解释宪法的过程, 大家都会有所有所学习,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可以提释宪了, 那但是我这边也要想要讲的就是说, 就是他这件事情是整个社会在动物保护上面, 就是人是这个星球的帮忙照顾, 那虽然动物保护只保护脊椎动物, 那是因为脊椎动物可以感受到痛苦, 那不能感受到痛苦的或不能受苦的动物,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保护他们的感情, 这个就比较可商榷, 那但是就是说这是这一派的想法, 跟另外一派就是没有不是, 而是人类是主人, 其他动物都是奴隶, 我们爱吃就吃, 这两派进行了妥协跟互相倾听之后, 达到的一个折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折衷形成的过程, 行政程序或者立法程序并没有危险,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就你的看法来讲危险, 那我会鼓励你提出大法官实现, 然后最后两个, 会婚姻平权法案通过之后, 会登记结婚吗? 不会, 我们对于结婚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部分, 不感兴趣, 那对于某些部分觉得是没有道理,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婚姻还含有这些我们不感兴趣或没有道理的部分, 婚姻制度就不是很好用, 那就没有想要结婚, 然后如何处理地方财政亏损, 这位朋友是一个传奇, 以及面对地方资讯公开, 当今的地方议会不允许录影直播,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我想说的是说录影直播其实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 它是长进的那个人没有拍到, 而且很容易只拍到一部分, 所以你要嘛就把录影机架很高, 整个都拍到, 要嘛就是你在中间放一个360的录影, 大家都要同意这样的事情, 才能够进行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看待问题的方式, 不是我们一下子就去乘抗, 然后自己这个就说从我的角度拍都对, 而是说试着去跟委员说, 你不录影, 其实大家都偷偷录音啊, 录音外流一部分跑到媒体上面, 这个你又摆口莫辩了, 那是不是能够用一个大家都平等的方式加摄影机, 或者用一个360的摄影架在中间, 那我们也省去后面摆口莫辩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说服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技巧的啦, 那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子, 他并没有任何这样的状况, 好, 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 那所以我就不用回答下一个问题了, 实在是太棒了, 那不过我想说的是说, 就是我直接report的是林权院长啦, 那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是我的老板的老板, 那不是我老板, 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跟林权院长也是互相协作的关系, 他也没有办法命令我来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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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我觉得很高兴啊, 这个大家的问题都很棒, 然后我这边会就是把大家已经问的问题都还原到slido上, 然后大家也欢迎就是, 既然你看你知道对于某个问题, 现场就已经有八个人, 十个人, 二十个人感兴趣, 也许你们自己之间互相讨论这些问题, 脑力激荡, 这个就不用都听我讲了, 就这样, 好, 大概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 拜拜。 。